长寸市通化路至善小区272号楼七单元的居民 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这楼道里全是水 已经很长时间了 接到电话之后 记者马上就赶到了现场 咱们到现场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那进入了楼道内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楼梯上面全都是一些流下来的水 这个水从何而来呢 就是在我们一楼半的自来水管子里面露出来的 刚才记者也是问了一下我们这栋楼里面的居民 记者也查找了一下漏水的位置 发现在二楼半的楼道内 水表的前端有水渗出 渗出的水从管线连接处 穿过楼板直接流到了一楼半的位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白色的小泡沫箱子 刚才来到现场的时候 记者问了一下我们的居民 一位二楼的阿姨呢 然后就拿着这个白色的小泡沫箱子 一直在接水 那来到现场的时候呢 这个水呢已经从泡沫箱子里边溢出来了 虽然水流不是很大 却使得原本就老旧的楼梯 变得更加湿滑 我这腿脚不好那天滑倒了 滑倒就接上医院检查去了嘛 特别滑这楼梯 特别是来到冬天了 这年岁大的也有 你说这拽了 你说谁都不好 施华的楼梯已经给居民的出行造成了安全隐患 记者随即也拨打了水务集团的维修电话 水表在室内还是在走廊 在走廊里头 水表那个位置就在漏水是吗 对对对 行 我抱起来 然后等公团处理就可以了 接下来 接下来 这就会可以了 列宣